你就是睡覺前把材料丟進去,然後設定一下時間 早上起床就有剛烤好的吐司可以吃 它完全可以配合你起床的時間出爐 一起床就有剛出爐的吐司吃,真的超讚! 嗨,大家好,我是Ory喔 這集要來介紹大家的是這台 烘焙零基礎的人都可以做出麵包來的 胖鍋麵包機 你只要會插電、會吞料都可以做出麵包來喔 我跟你們說,現在麵包機真的很厲害 你只要把材料都丟進去這個麵包機裡面 它就可以幫你打好麵團還發酵完畢 甚至它也可以在裡面自動幫你烤好吐司 你真的就是材料全部丟進去就好了 會煮白飯的人一定可以做到 而且它可以做的東西超級無敵多 它的片板上面有各種列表 從各種麵包、吐司、打麻糬、煮飯、煮綠豆湯、烘湯、吃米粥 或是做果醬、做肉鬆、培養酵母,這台都可以搞定 其實我覺得最強的是把豬肉丟進去就會變成肉鬆這件事 你們不覺得很生氣嗎 那胖鍋也會附一本食譜給你 你就照著這本裡面的食譜去丟材料就可以了 不過當然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食譜 或者是網路上的食譜都可以 那我之後也會把我自己的一些 這台麵包機的食譜 就是拍成影片給大家看 而且胖鍋麵包機它也有定時預約的功能喔 你就是睡覺前把材料丟進去 然後設定一下時間 早上起床就有剛烤好的吐司可以吃 它完全可以配合你起床的時間出爐 這個我覺得很適合上班族 還有在家帶小孩的媽媽們 超級方便 一起床就有剛出爐的吐司吃真的超讚 另外你也可以不要在裡面烤 你可以設定說你只要打麵團就好 它可以幫你把麵團打好發酵好 你只要拿出來整形 然後加上你自己想要的材料 然後包成喜歡的造型 然後最後再自己拿去發酵烘烤就可以了 其實我自己在前年的時候 是連麵包機或攪拌機都沒有的人 那時候我有拍一個手撕麵包的食譜 那因為其實就是手揉真的是超級無敵辛苦的 很累就是揉過一次就覺得 再也不要這樣子捏在自己了 所以我相信每個揉麵團揉到快往生的人 都會總有一天想要有一台機器可以幫你揉麵團 那你可能就會想說我到底要買攪拌機還是麵包機呢 首先我要講一下這兩台 它是完全不能互相取代的 因為攪拌機它是可以打發鮮奶油 也可以拌內餡打麵團 或是可以做比較大的量 速度也比較快 這些是麵包機做不到的 這台也是胖鍋的攪拌機 它外型也非常漂亮 那這集先不介紹它 下次再來介紹 但是麵包機呢 它可以比較智慧的幫你列好各種麵包的行程 不管你今天是手殘還是完全沒有接觸過烘廢的人 你就只要依照上面的食譜說明書上的配方 把材料依序丟進去 然後丟進去完之後呢 按下按鍵 它就會烤一個吐司給你吃 也就是說你如果是用麵包機的話 你的雙手是完全不用去碰到麵團喔 你也不用去想說 我要怎麼打麵團啊 就是薄膜狀態怎麼看 什麼是直接法 什麼是水耳法 什麼是中中法 還有湯中法 之類你都可以不用管它 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 材料丟進去 不要撐錯 然後記得插點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很想要自己在家做麵包的人 然後又是沒有什麼基礎 然後又是麵包新手的話 那我覺得這台非常的適合你 但是你要記得搞清楚哪一個是奶油 哪一個是鮮奶油喔 因為真的有人以為鮮奶油就是奶油 那這台胖鍋的外型呢 它就是這樣子 我這台是月白藍的 就是藍色的 那它上面有一個上蓋 這邊可以投下膜 然後這邊是可以投果料 就是果乾或者是巧克力之類的 然後再打開的話裡面才是它的內鍋 它的內鍋拿起來其實不會很大 就大概這樣 那它最多可以達500克的乾粉 整體來說它的大小大概就是一般的電熱水瓶的那種大小 另外一開始呢 其實我以為麵包機它只能做它上面固定的形成 但其實它是可以有手動形成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選擇說你只要揉麵團 或是你只要發酵 或是你只要烘烤 你都可以個別去設定 也就是說假設你用攪拌器打出來的麵團 你也可以躲在這台麵包機裡面進行發酵 而且它也可以自己設定一個新的行程 就是你自己專屬的 你可以設定說你想要攪拌多久 休息多久 發酵多久 跟烤多久等等 你都可以自己另外設定 那像胖鍋的麵包機啊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可以依照不同的季節去調整行程的內容 像是夏天超過31度的時候就可以用夏天模式 那17度以下呢就用冬天模式 18到30度就用春天模式 那不同的模式它會去調整發酵時間的長段 就可以避免夏天可能會有麵團過發的情形 但是其實系統會自動去偵測當下的氣候 你也可以手動去選擇你要的 至於麵包機做麵包要多久時間 這個問題我之前在找麵包機的時候有上網查過 可是好像沒有什麼人分享 因為我會擔心說麵包機是不是要打很久 麵團會不會打到過熱等等的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胖鍋的說明書裡面 有詳細說明各個行程所需要的時間 那假如你只要打麵團沒有要在裡面烘烤的話 最快的快速麵團是這個 選單13的這個只要1小時20分鐘 那但是我會比較推薦選單12的這個1小時55分鐘 那它雖然比較久 可是做出來會更好吃 至於其他的行程時間的話 像經典白吐司就是3個小時多 然後如果是全麥吐司 就是歐式吐司 時間就會比較久 那也有一個是10的這個是快速吐司 那這個的話也是東西丟進去 然後包含烘烤的時間總共就是2個小時 那你可能會想說 哇這樣要2小時好久喔 但其實麵團通常都是時間越久的話 它會越好吃 那這2小時裡面它其實並不是全程都在揉麵團 它是會分3到5次揉麵團 然後剩下的時間呢 它是會讓麵團休息自然產生筋性 以及含有發酵時間的部分也包含在內 所以一般只要天氣不是非常的熱的話 比較不用太擔心麵團過熱的情形 因為它沒有全程都在揉麵團 它就是揉一下休息一下揉一下休息一下 那就是有點算是水合法的意思 那水合法做出來的麵包呢 也會比你用攪拌機直接就是很快速的去打出一個麵團還要好吃 不過我剛剛有講了它裡面也是有一個單純只設定攪拌功能的 就是我只要攪拌的話那你也可以直接用攪拌的功能 那這樣子打麵團的話是會比較快一點 可是如果沒有適時的讓麵團去休息的話 那你一直打一直打麵團也還是有可能會溫度過高的 畢竟一般攪拌機在打麵團的時候也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你就是要提早2小時把材料放進去 2小時之後你再回來揉麵團就好了 不過像是超軟吐司還有歐包的話 這些時間會拉的更久 就是4-5個小時以上 這些的話我就會建議就是睡前的時候你可以先設定 早上起來的話你就有麵團後麵包可以吃了 如果是它自己內建的行程的話呢 只要室溫沒有到非常高可能30幾度以上的情況下 我有測中溫就是還是會有在26度左右 那如果是夏天去打的話呢 我建議是所有的材料包含雞蛋啊牛奶水還有麵粉 都要拿去冷藏冰果 這樣子打出來的麵團溫度會比較低一點 你也不一定要讓它待在廚房 你可以把它放到陰涼處去打麵團 再來是我實際拿來做吐司和麵包的分享 因為它可以只揉麵團 對我來說真的超級方便 那我那2小時呢 我就可以拿來剪片或是做其他事情 下一集呢我會分享我的這個食譜給大家 超級鬆軟的小餐包 配上自己做的冰火奶油夾心 這個的話呢一定要麵包熱熱的時候 夾上冰火奶油超級無敵好吃 第一個是超軟吐司 這個是需要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我就是睡前放完料 設定時間讓它隔天早上出爐 這種需要預約時間的吐司啊 就不建議用有蛋和牛奶的食譜 因為放一晚的話這樣子可能天氣就會壞掉 像這個超軟吐司它是不用蛋奶的 那出爐的話一樣很鬆軟好吃 就是口感比較偏向一般白吐司的口感 那我個人呢還是比較喜歡有加蛋和加牛奶的版本 像是我上次拍的菠蘿吐司那種口感真的很香 你可以自己去做燙麵啊 中軟麵團 液軟麵團 或者是湯軟麵團 它都有就是相關的形成 那你也可以就是用自己的配方去做這些東西 另外啊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它裡面的定時預約功能的部分 其實說明書上面有寫每個行程大概流程是多少多久的時間 但是我建議大家不要真的等到睡覺前一刻才去開機放材料 因為裡面你會放入一些液體還有麵粉 如果你不先預先攪拌它的話呢 它是會結塊的 所以你設定好預約行程之後呢 它其實還是會先預先攪拌 到整個麵團是沒有乾粉的材料都吃進去了之後呢 到完酵母它才會開始休息睡覺 所以你就記得要抓這個行程表上面大概的時間 比如說經典白吐司好了 那綠色的是攪拌白色的是休息 它會攪拌到第二條綠色之後呢 才開始投酵母休眠 那你可以大概抓40分鐘左右 所以你睡覺前起碼40分鐘你就要開機投料了 不然你睡覺才用的話你就會吵到自己 這台呢其實白天在用的時候 聽起來就是有一點類似洗衣機 讓它比洗衣機還更小聲的聲音 但是因為晚上是特別特別的安靜 就是如果說你在晚上洗衣服的時候 你應該也會覺得很吵吧 所以就是建議大家可能就是洗澡前的時候呢 就可以先來做這件事情 等你洗完澡睡好頭髮準備躺平睡覺的時候 它也會跟著一起睡覺 它就會一直休息到你設定出爐時間的前三個小時 比如說你設定也是早上八點要出爐 那它就會在五點的時候開始繼續攪拌 那你就可以抓時間看怎麼樣會比較順 那這台呢其實它還有超級多其他的功能 其實我根本測不完 那我自己是很喜歡這台的 因為它不僅是外型好看 而且功能很多元 我自己大概是用了一年多左右 因為你們之前有看我的裝修影片 就知道我之前的舊家的水槽超級無敵小 那它如果說是用一般的攪拌機 那個攪拌缸幾乎是放不太下 那這個麵包機的內缸大小就很友善 我之前就是可以放在那個小的洗手台裡面洗 所以一般如果說我自己要做麵包來吃的話 我也是蠻常用麵包機的 但是假如我現在立刻馬上需要一個麵團的話呢 我就會用攪拌機來做 或者是有一些麵團它是比較需要注重狀態還有溫度的 就還是適合用攪拌機 那如果你是麵包新手又不想要買攪拌機的話 那麵包機就很適合你 你真的就是材料丟進去就好了 而且這台它體積也不會太大 那這次的開箱分享就到這邊了 底下也有我的開團連結 有什麼問題的話都可以在下面發問 那我們下次見囉掰掰